我们继续来关注纪录片钢铁脊梁 广重型厨房品钢铁硬菜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著名的大众硬菜 那就是精品红烧 红烧菜很讲究火候是中餐里浓油正香的大菜 比如著名的红烧肉 要经历小火炒料 大火焯水 中火煸炒熬糖 大火炖煮收汁 对各种火候的精准把握才造就了红烧菜的活色生香 其实这炼钢也是一样的 有进步 炼钢确实也对火候极为讲究 这直接关系到刚才的品质 今天我就带您玩玩火 这百年龙钢靠的是四媚真火 这四媚真火分别是退火 正火 脆火和回火 先说退火 退火就是把刚才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保持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冷却下来 而正火的加热过程跟退火差不多 但是冷却速度要比退火快一些 你可以理解为出锅以后赶紧吹一锤 让它凉得快一些 再就是脆火 前面也是加热 那就不用说了 脆火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冷却 这个估计大家比较熟悉 不仅见过 而且很多人小时候淘气 可能还玩过 那就是把烧红的铁锅 直接放到冷水里 嘶啦一下 雾气弥漫 这就是简单的脆火 最后一个是回火 回火是将脆火后的刚才 再次加热到一定的温度 并保持一定时间 然后再冷却下来 就像咱们做菜过程中复炸一样 把炸过的东西再炸一遍 能获得更好的口感 钢铁工业这四枚真火各有神通 退火可以让钢材的内部组织更均匀 降低硬度容易切削 正火则可以让钢材 获得更高的强度和硬度 脆火更厉害 它和回火配合 可以大幅提高钢材的钢性 硬度 耐磨性 疲劳强度和韧性等等 甚至还能改善钢材的铁磁性和耐腐实性 用好这四枚真火 我们重新厨房就能红烧出各种精品硬菜 烧个轴承 烧个齿轮 烧个无缝钢管 做钻头 做机床 做飞机 只要火候掌握好 想吃哪样 咱就做哪样 中国钢铁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 满足大家的胃口 好了 今天的钢瓶菜就吃到这里了 咱下一道菜再见吧